郭文貴 en 記者 郭文貴 主席 各位委員 剛才我們陳委員 對我們邱趙維 這個做最嚴厲的指控 事實上 我們邱主席 在這三年多來 在立法院 推动了非常非常多 非常重要的 对我们国家的重要的法案 都能够有很好的一个 完成的一个法案的通过 这个应该给肯定 那至于这个马席会 事实上是我们中华民国 从过去到现在 无论是从中华民国宪法 无论是从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或者是从过去立法院 所曾经所做过的正式的决议 都不曾有规定 或是说有决议 这国家的领导人 要跟国外的 不管是领袖 或者是总统 或者是总理 或者是什么样的层级的人 要见面 必须要先跟国会 立法院来做报告 事实上从宪法 或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或者是立法院的一个重要的决议 都不成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 这个 荣获大家都有很多的疑力 但是毕竟 在相关的记者会里面 也都提到了 不会签署任何的协议 也不会有任何的承诺 因为 如果有任何的协议 当然就会涉及到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所应该进行的程序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 昨天我才特别提到 以其请陆委会的主委来报告 不如 在明天的立法院院会 邀请行政院长来做报告 甚至 我昨天也特别提到 甚至 我们也可以依宪法的规定 请总统来做一个 国庆的一个报告 所以 昨天的一个建议 我们王金平院长 也发了一个 立法院朝野党团开会的通知 在明天的早上九点半 也要沿上 邀请总统至本院 进行国庆报告 这样的一个朝野协商的一个通知 也通知各党团 所以 既然 有这样的一个程序在那边 是不是大家 能够回归到原来的议程 来进行非常非常重要的 国土计划法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法案的一个审查 这个才是我们 并不是说这个那么急 一定要今天 毕竟明天就要处理了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马锡会的这个议题 以上 请叶宜监委 主席 各位 再说一次 在不到 一百天 这个内阁 就是 就是 这